宏觀經濟主持雷智凱、Kenny、Eddie 第一次進入K11 我的感覺是都覺得頗美 頗藝術的 我覺得以我個人的看法 就不代表雷種 我自己覺得四大地產商的後代 我覺得做得比較好些 做得到她自己的想法的話 鄭志剛真的做得比較出色 我自己都認同 當然她不認識我 我認識她 但我也有幸地出席一些公開的活動 都見過Adrian去發表自己的看法 或者講話 我覺得都挺敬佩她的看法 因為你去到香港這麽好發展的情況的話 要去到自己的樓盤 尤其是樓盤 是很難有些特色在這裡 即是做得出自己的格局的話 其實是不容易的 我再說直一點 當然她那個基數就比較低一點 坦白說 即是比起她爸爸的話 壓力就比較小一點 坦白說成哥這樣 成哥之前做爸爸 有一個這樣的爸爸 當然是辛苦 因為爸爸這麽出色 是香港全亞洲的首富 大哥 那我當然再做得出色 爸爸當然難一點 但Adrian容易一點 坦白說 這句話真是 所以我自己覺得 很有骨 他是第三代 即是我自己覺得 很多內房都說 我的房產是有些藝術的元素在裡面 我自己都覺得有些港 即是未必是真的做得到很藝術的事 你這樣那個時候 即是在西九文化區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不是會邀請了四大地產商其中幾個 就叫她設計整個整個文化區的項目 有些競爭的設計 那時候就 我那時候挺開心 因為我也是畢業之後才有幸地再看多些藝術品 才覺得每件藝術品其實都有它的價值 還有它的歷史元素其實可以追究很多不同的歷史故事 那時候每個地產商當時為了去表達自己 有吃了一些藝術的偉歌之後 在每個商場等等都做到好像自己很有藝術 包括在IFC的時候 我記得那時候就是應該拿了一幅 德加索的一個很高的巨畫 就是應該那個小朋友是在吹笛的 我就不記得那個名字 情商 幾年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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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坦白說 我做到現在2019年10月 我都未見過IFC再做了一個坦坦的聲音 就是覺得是很值得一個很歷史的 或者一個很明顯的畫過去 不要說很明顯的畫 Bensy一幅畫都沒有 我未見過在IFC 所以是不是真的言行一致說得出有藝術的成份的話呢 我自己覺得Adrian是做得挺好 因為他很多不同的小項目等等等等 都是放了很多一些藝術和一些文化的元素裡面 當然這些不便宜的 如果你以回John傳統的看法 你的P&L都不行 你花了這麼多錢去做個裝潢 是不可以有計的 這樣下去 就是 Addy你不是吧 一部在羅湖城都賣到的一些Dyson related 這麼似的無線葉的風扇 兩塊水都賣到你 成五六千買過 這些當然是沒有話可說的 但有時候我覺得都要尊重它的IP 那又是給K11的 是不是這個 不單是只有金多肉弄出來的 剛才休息的時候 其實九哥也說過 我認同 我一看 我未去的時候 我的感覺 不過我猜是不是他用澳門賭場的預算 去一個香港商場 你都可能去過 我想去過 Felletian等等等等 即澳門賭場 澳門的Felletian沒有去過 我是去過拉斯文加斯文 那裏面都有共多拉的那些 有 你會很常常照抄過來的 你都知道 那當然了 我去到澳門那天當然說 哇 這麼漂亮的Felletian 就是很幼細很漂亮 有Parisian 有Vanessian等等等等 都是做得很漂亮 但是我說為什麼香港沒有 那再想一想 當然了 那你有賭場那個收入 那當然是 任何東西都是 那一定是有些 有東西去收入才可以 支援到這些東西 Dplay Station 也算到你死 那所以有賭場 那當然可以了 不是香港人沒有能力 為什麼呢 呂志和呂山都是在銀河娛樂 在澳門裏面有賭場事業 它的譬如Studio City等等等等 都是可以做到金碧輝煌 但是為什麼九龍灣的Megaboss 做得這麼厲害 就是我自己覺得是 設計之差 你駕駛過車上去拍車 如果你駕駛過你媽媽 或者老人家 如果耳水有點不平衡的話 轉彎轉彎 那些老人家都很想吐 就是為什麼設計會 差得這麼交關 就是大家都是 大家都同一個集團 就是你有能力 可以在澳門做到這樣的效果 但是為什麼在香港做得這麼差 當然是預算問題 我絕對明白 我不是說給巴士的錢 就要享受萊斯萊斯的服務 我完全理解 但是Adrian呢 我沒有收過Adrian帳 我也不是出去量 我純粹是以事論事 以藝術方面去看 那可不可以播出K1的圖 其中一個就是藝術的波 即是波波多 即是在商場的中心裏面 其實就是 什麼行動的地方 啊?K1嗎? 沒有那些圖嗎? 這幅 其中 或者怎樣 我口述 大家在網上一定都看到 在商場中間 就是有一個球體形狀的東西 其中一個好像一個補球去做 不是說它特別難做 但是也有一些特別的設計 我不知道拍照能否表達得到 即是給阿John看 很多時候可能在私人裏面 都是普通封封一些紅麗 或者假天花 這些假天花都是有些工作在裏面 拍照也希望可以拍得到 整體你看上面的C-link等等 一些燈等等等等 都是幾 不是死故故 都幾賭場的感覺 還有我自己個人是很喜歡木的設計 木再加上一些白色的 一些自然的感覺 我覺得是幾喜歡的 OK 講到第四幅圖 不好意思 譬如這間Blooms 咖啡就是 其實去引入商場 我自己覺得 我幾不喜歡走一些香港普通的商場 因為新城市有SERRA 屯門市廣場有SERRA 然後PP有SERRA 那我為什麼要去屯門市廣場 有什麼特別 商場我覺得 就一定要去 就是可以 香港天氣 就是夏天特別多的雨水 商場當然可以 又有冷氣 又可以避到雨 但是商場其中一個就是 商戶的組合 就是怎樣最重要 那Blooms Coffee 不是說一些很出名的 就是我自己 我可能不懂 本身不是說一些很 外國很大牌子的 不是Big Brands 不是Blue Bottle等等等等 但是Blooms 這個就是其中之前 就是跟TVB的一個藝人 就是陳豪先生 叫做香港一個 幾色咖啡的人 就一起合作這樣開的 那第五幅圖 那K5就是 有藝術的元素 就是它一個特別的擺位 另一個地方 當然都是K11的Millshire 裡面 但是不同流程 就放了MOMA的設計店 MOMA如果大家去過紐約的話 就是這個Museum of Modern Art 的一個地方 去到New York 也是很值得去 因為有目的記錯 那就是梵高的那幅 Starring Night 就是放在MOMA 那幅就是 在MOMA裡面的一個 震點之寶 震點之寶 所以MOMA Design Store 其實有網絡店 當然 當然 都第一次是在香港裡面 擺這個檔 當然不是買些什麼藝術畫 但是一些當代的設計 日本你數得出之前那些 都是有它關閉的產品 可以在這裏買 那就是大陸福濤 大陸福濤 都是說回一些店舖的混合 那他又找到一間 在法國裡面 做牛角包 Croissant 比較出名的一個 就是餐廳 在裡面去開店 你都 我特地拍一條龍 其實我也拍不完 坦白說 就是每一個都拿到幾個牛角包 那牌隊都排得幾位長 就是 就算牌隊都沒有用 因為我不知道他在那裡 夾了牛角包 然後在那裏付錢 比較壞 就是幸好香港人的品質高 那就是 可能沒有了 所以還是做得幾好 應該是在底層的床 那裏 去到第七幅圖 第七幅圖 就是看到K11其中一個出口 其實我自己覺得 因為近海的海旁 我覺得盡量多一些 是一些透明的元素 是比較好一點 因為這樣不會阻礙到 一個我們覺得 最珍貴的一個 圍港的景觀 那最後那幅圖 那第八幅圖 就是整個 我就看回整個 overview 就是K11 再加上中間那個 這個K11 Museum 再加上Victoria Dockside 那就是他們的總部 和一間很名貴的酒店 那 其實這三個 我自己覺得 主廠的設計是一般 我覺得不是很特別漂亮 我覺得他好像也有遷就過 John其中一個觀點就是 不可以成動地 阻礙所有東西 似乎他高的地方 都是故意窄一點點 柱體 下面就寬一點 那當然都合乎 就是Architect的角度 但是我又不覺得在外場裡面 特別覺得是很漂亮 反而是 之前 我小的年代的名字 仍然是叫Region的一個酒店 現在就叫做Inhalcon的酒店 那你記得吧 之前是專紅色的 一些外場的顏色 那它就應該快要重建 哦 是呀 是呀 即是那個 那個都會重建 所以那個 應該新開的酒店 就會叫做Region 哦 這間Inhalcon 就沒有了Inhalcon 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 這個也是 國際上也是一個大顏色 是啊 所以 現在 這幅圖我拍得不好 但是 現在變了 新世界那三棟東西 就製成一間 記不記得 之前 即是未重建之前 其實就 我覺得 在Inhalcon 或者之前的Region 再加上 即是本身的 新世界的建築 其實挺吻合的 即是每一個顏色等等 看上去是 挺相似的 但是現在 反而是不知道 重建之前 我就不知道了 重建之後 會不會是更加配合一些 我就要拭目以待 但是我唯一一個 即是時間 我知道這一節可能差不多 但是 我看回 我自己覺得 當然是整個 你用了好像說 二百億 二百億 即是整個 Victoria Dog Sign 是用了二百億去做 港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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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一個小小的回憶 那時還有一個東急的百貨公司 其實也有點懷念 我自己在新的K11的商場裏面 沒有一些因素 令我可以回想起之前 未重建之前的新世界大廈 我覺得很多東西都是有些 不一定要是最新最先進才是代表最好 會不會是有個角落 或者是有些元素放回去 或者那個磚 那些雲石我特意不打爛去的 我用來鋪回到這個外牆 就是去紀念之前新世界的大廈 似乎我見到或者我認識的人 我就看不到 那麼這節差不多 下次回來再講